相声名家李曾锐 师承相声大师马济先生 1960年开始 从事相声表演艺术 一直与搭档王千祥合作 李曾锐与方清平的老师 李金斗先生 曾经在北京曲艺团 共同学习 作为方清平的老前辈 李曾锐先生 又会为我们揭秘舞台下 怎样一个方清平呢 曾锐老师 还真不知道 您跟清平这么熟悉 您是他的老师 师傅应该叫 师傅是老师 老师 也是他的师叔 师叔和师傅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 这都分不清楚 你跟他说说 师傅就是真正的教你的 拜过师傅 有这种正式的师傅关系的 李金斗先生 我真正的拜的师傅 是李金斗先生 李金斗先生跟我 都是1960年 北京曲艺团学习班的学生 我们的开盟老师 就是谭博如先生 王长友先生 来教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是十二三岁的小孩 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干了 58年的相声了 所以他是他李金斗的徒弟 我呢又是李金斗的师兄弟 这么就论过来说 师叔 对对对 可有当初的时候啊 咱往后一点点 这个李金斗呢 老管我叫哥哥 叫我师哥师哥的叫惯了 其实呢 其实呢 我比他小一个月 我们俩 一个是10月15号的生日 你比他小 一个11月15号的生日 我们都数猪 但是呢 跟您一样 差一个月 是 他们的就老想叫我大爷 叫师大爷 师大爷 我不爱听 我实际上呢 我又比李金斗小 所以我希望他们都叫我叔 二大爷 就叫我师叔 不叫大爷 不叫大爷 叫师兄 叫师叔 所以到现在呢 他们不管是他也好啊 还当初的那伙伴 傅强也好啊 见着我都叫叔叔了 后来就大爷呢 就免了 我很高兴 他们能这样做 对我是一种安慰 对 what Music 笑 a aunt 团 近 我们